各位投資朋友早安 歡迎收看真投資 我是分析師周恩貞 今天是9月18號星期一 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 好 那在本週其實說 整個在上禮拜 上禮拜加全指數 好不容易已經站上了季線 但是在上禮拜五的夜盤 又下跌了179點 台子期貨 台子期貨下跌了179點 費半指數也是跌了大概是3%左右 這部分等一下我們會來告訴大家 其實這是完全不需要擔心 甚至說今天指數可能會先開低 但是開低下來 這是給你最後一次的進場機會 因為你去看 我們從前一週其實一直在強調一個觀念 你千萬不要去看這技術面 去覺得說現在大盤不好 或是說現在大盤要轉空 如果說你完全去照著技術面在操作 上禮拜你會足足被軋了522點 上禮拜其實說上禮拜一 加全指數是跌破了季線加上月線 跌破季線跟月線就算了 而且 月線跟季線它還是呈現下彎 正常來講一定是放空 但是如果說上禮拜一去放空 到了上禮拜五 剛剛好就是被軋了522點 所以其實在這一兩週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產業跟總金永遠是走在技術面的前面 你感覺起來說 技術面現在很差 整個盤是比較偏空 但是你要知道 不是技術面在帶產業面 而是產業面在去帶技術面 只要說產業沒問題總金沒問題 技術面早晚會轉強 沒錯嘛 所以這個邏輯很重要 大家一定要記得這個邏輯 當你了解到這個邏輯後 你就會知道 其實真的是就像我們前兩週 一直在強調一直在強調 最差的型態 往往就會是最漂亮的買點 所以先帶大家來看一下 加全指數 你去看 以加全指數來講 是不是就像我們講的一模一樣 我一直在跟大家強調 從上禮拜開始 第一 很多的個股你不要去殺低 那第二 千萬不要被技術面影響到你的操作 你看 這是上禮拜一 上禮拜一這一根黑黑要怎麼做 我們以傳統的型態來看 絕對是去放空 季線下彎 而且跌破月線的第一天 兩條最重要的均線全部都跌破 然後這裡不就是放空嗎 這一根長黑 那你一放空下去 馬上加522點 上禮拜從低點到上禮拜五的高點 總共就是522點 所以你說為什麼 大家認知中 M型頭部成型 而且跌破了季線跟月線 這裡應該是要去放空啊 怎麼會一跌破 馬上就被拉了522點 邏輯很簡單嘛 技術面永遠是被產業面拉著走 那既然說產業面總計面都沒有問題 那技術面 早晚都會被帶著轉牆 所以你去想 你去想這個邏輯 很多人說 技術面不好 所以現在大盤比較偏空 但這個邏輯怎麼會對 你說上禮拜跟 上禮拜一到上禮拜五 不過就是5天的時間 就5天的時間 上禮拜一是在季線 月線之下 上禮拜五是在季線之上 好 那你去想 你去想這個講法 如果說加權指數在月線之下 產業面不好 總經面偏空 基本面也不好 那一直到上禮拜五 指數站回了季線 整個技術面好轉了 產業面也變好了 這邏輯就不對了嘛 才差5天 才差5天 技術面跟產業面 會有什麼樣的變化 不可能吧 所以當你了解到這個邏輯 你就會知道 因為這個邏輯很重要 尤其是最近 你就會知道 今天大盤開低 很多的個股 就是給你新一次的進場機會 因為以上禮拜五來講 你說費半指數跟台子期 或者怎麼會跌這麼重 主要就是有消息傳出來嘛 有消息傳出來說 台積電 他可能會 他通知相關的設備廠 延後去交付他的一些 高階晶片的材料 跟一些高階晶片 那如果說 台積電去通知他的設備廠 延後交付一些高階晶片 那市場會去聯想說 那是不是 一些AI晶片的需求 可能說 NVIDIA 或是說 Apple 美超微 是不是他們的需求 已經沒有到這麼的強 所以台積電才會去延後交貨 但是絕對不是 就像我一直強調 你一定要清楚知道 產業的關係 你才不會被外在因素所影響到 包含就像是上禮拜五這樣子的消息 其實說台積電 他會去延後設備高階晶片的交貨 這非常的正常 因為大家要知道其實 台積電他的貨是要交給誰 交給一些大型的科技廠嘛 包含說 技嘉 他應該說台積電他直接交給像是 輝達 那輝達的代工一定是像是技嘉 廣達 或是說偽創嘛 那其實說 以輝達來講 原本輝達他在今年上半年 也會有庫存的問題 就是說其實很多台積電的客戶 雖然說AI的晶片需求很旺沒有錯 但是在今年 原本的問題就是庫存要消化 那既然說庫存要消化 而且又是說 今年庫存消化的時間 又比原本預期的再更晚一點點 所以照這樣的情況看 稍微去延後高階晶片的出貨時間 是非常的正常 所以這部分是絕對不會有任何的問題 你說星期五有傳言說 台積電延後一些高階晶片交貨 但是如果說你了解裡面的一些邏輯 了解產業的話你就會知道 這叫做理所當然 因為台積電很多的大客戶 現在雖然都是打著說AI的需求 AI的晶片 但事實上 他們的本業都有庫存的問題 那庫存的問題原本是預計說 原本今年的年初原本是預計說 第二季的季底 第二季的季底會消化完畢 那結果到了今年的年終 變成說它一直延後到今年第三季 那既然說庫存是消化進度比預期的更晚 那是不是新的晶片 它本來就會往後低延交貨 所以這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啊 那既然是因為很正常的狀況 而造成的下跌這不就是買點 是吧 所以今天上禮拜五的台股 好不容易站回了季線 今天開盤會先在跌破季線 會先在跌破季線 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 台股現在產業面沒問題 基本面沒問題 總金面也沒問題 這些面向都沒問題 技術面早晚會轉強 今天跌破季線就是很好的切入點 所以 簡單帶大家看一下 產業帶技術 產業帶技術 產業跟總金才是真正的領先指標 你不能說 加全指數在月線之下 基本面很爛 而回到了季線之上 基本面好轉 就差五天而已會有什麼變化 一定是說本來就沒問題 技術面才會向上去轉強 而且你看 就像我們一直強調 AI的產業有灰達 跟阿摩在去做保證 美國的經濟有鮑爾在去做保證 台灣的經濟 連續九顆藍燈 百分之百的底部 可能不會馬上復甦 但是這絕對是底部 尤其是在本週四 在本週四聯準輝 他會公佈最新的利率決策 那利率決策其實 結果不是重點 而是說 決策過後的談話 對於股票市場影響 會來的比較大 所以大家今天先加入我們的Lite 現在右下角的QR Code 可以直接拿起手機掃描 右下角的QR Code 你可以加入 我們只要通通深入了解產業 跟一些個股的未來數字 你就不會被外在消息所影響到 什麼叫做外在消息 包含像是消息面 包含像是技術面 包含像是籌碼面 這些都叫做外在的因素 外在的因素可以去參考 但是不要把它當成是 進場的主要依據 就是說假設我們要買一檔股票 我們可以說 它的基本面好 未來的數字很漂亮 技術面又剛剛好轉強 可以去做切入 但是不能說 這檔股票 什麼都沒有 唯一就是技術面轉強 所以我去買進 這樣就非常的危險 我這樣帶大家來看 上禮拜五我們才剛講 英國的細資財產 IP廠 剛剛掛牌上去 它會帶動2388的微盛 上禮拜五早上 上禮拜五早上 8點半才剛講完 有沒有 微盛 開高走高 盤中一度是亮燈漲停板 上禮拜五 一度是漲停板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 如果以短線上來講 安某掛牌上去 微盛會受惠 開高走高一根漲停 但是如果說 以中長線來講 以IP股來講 我不會去選微盛 微盛我會把它當成是 短線上的操作 因為其實如果說 以未來的數字來看 微盛的數字不會是最強的 他可能說他的題材面 跟想像空間是比較足夠 但是如果說具體的數字 絕對是不是微盛 因為畢竟說微盛它是 新的IP廠 那以新的IP廠來講 不論說技術門檻 還是說訂單量 絕對都贏不過 世新創意跟支援這些 所以 我們要稍微講一下 就是說像是 安某 安某掛牌 它會帶動整個台股的IP股 好那以IP股來講 短線上 就像我們上禮拜五講的 微盛可以去做留意 短線操作 但是如果說 以做一個比較 波段的角度來看 3661的世新 3443的創意 跟3035的支援 它的空間一定是比較大 一定是比較大 而且大家要知道 你要了解產業 你才不會被一些消息騙走 就是說很多人會說 安某掛牌上去 本益比非常高 就像我一直強調 本益比看的是未來 不是看歷史 不是看歷史 很多人說 安某它的本益比 已經噴到了90多倍 已經太高了 但是 市場都是用 歷史的 EPS去計算 歷史的EPS 對於股價來講 本來就沒有什麼 太大的影響力 所以如果說 我們以未來的數字來看 其實現在的世新 本益比也不過 就40多倍而已 真的不貴 這是在IP的部分 包含像是其他的 你看 像滑通 滑通也是 有沒有 我們前一週才不斷告訴大家 2313的滑通 45元買 我們在會員買在這裡 45元 43到44 沒多久 9月6號 一根漲停板往上拉 一根漲停板直接往上拉 所有不會通通都賺錢 再來 上禮拜二 9月12號 繼續再創下 今年來的新高 稍微震盪一下 上禮拜五 繼續再創 20年來的新高 這是一檔滑通 2313的滑通 有沒有提前告訴大家 有沒有提早講 你看 45塊買 4344買 一直到上禮拜 一度接近漲停板 最高來到55.6 創了20年來的新高 足足20% 足足20% 你說在大盤 這樣子的環境之下 賺到20% 有多不容易 就以上週來講 上週這樣子的氛圍之下 能夠賺到20% 你去看 贏過多少的股票了 2313的滑通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講 掌握產業 因為產業跟個股 未來的獲利狀況 就是我們俗稱的數字 未來的獲利狀況 才是股票市場 一切的根本 這才是根本 既然說這才是根本 我們掌握的產業加數字 我們不就能夠領先去佈局嗎 像2313的滑通 2313的滑通 就像我們講的 2024預估就是要賺5到6 賺5到6 不到50塊的股價 怎麼可能不會漲 真實本益比不到10倍 不到10倍的股票 它還能跌去哪裡 就是說這種股票它早晚都要漲 它什麼時候發酵 用什麼樣的形式去發酵而已 有沒有 一直到上禮拜五還在創高20% 足足20% 你說這樣子的盤勢 20%容不容易 一定是要提前去佈局 所以包含像是其他的也是 6274的台藥 你看 6274的台藥也是 我們當時講完 講完沒多久 告訴大家跌下來 這裡可以去找買點 上禮拜五 一度又是漲了 將近是一根漲停板 這等一下我們再來講 所以其實 在這個時間 應該說 在大盤現在是面臨一個 比較轉折的過程 剛剛好要從季線之下 翻到季線之上 這個過程一定會比較震盪 但是只要你清楚整個產業面 跟整個總金面 你就會知道 這個時間點 就是最棒的買點 所以如果說不知道要買什麼 手上持股 不知道怎麼處理 歡迎打電話進來 或直接私訊我們的Light 詢問 小老鼠W178 W178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好 現在的台子期貨 大概是跌了160多點 所以等一下台股開盤 一定會先開低 一樣預計大概是 10點半到11點左右 會開始有低階買盤進場 所以今天最有可能的走勢 一樣 對方來講 一樣是開低走高的機率 會比較高 不一定會翻紅 但是今天 基本上一定會留個下影線 甚至可能今天的下影線 會超過100點 大家等一下可以去驗證 預計今天的下影線 有機會超過100點 為什麼 因為就像我講的 上禮拜有傳出來的消息 是台積電延後去 去通知他的客戶 延後一些高階晶片的交貨 這件事情是理所當然 台積電很多的客戶 庫存消化進度本來就比較慢 消化進度比較慢 本來就會延後 所以很多人就是說 會去聯想 或是說 會去捕風捉影 看到一個什麼小小的消息 就會去把它無限的放大 台積電不過就是 稍微去把它的訂單 跟出貨的狀況 往後去做遞延 又不是消失 而且遞延的原因是什麼 遞延的原因 只是因為消費性電子庫存 消化的進度比較慢 所以他不用這麼早交貨 稍微去往後遞延 所以今天一開盤 可能會反映一下這種 比較恐慌的情緒 反映完之後 該漲的還是會漲 所以幾個重點 千萬不要去扎低 空手投資人 今天就會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尤其是一些 成長性比較好的股票 包含像是Apple也是啊 其實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這次iPhone15 賣得非常的好 賣得非常的好 但是就像 我們上禮拜跟大家講 iPhone15賣得好 你要去留意的 不是傳統的瓶蓋骨 不是說什麼 做iPhone的機殼 做iPhone的PCB 像是什麼 真頂 那還有像是其他的瑞儀 這些就是比較傳統的 iPhone廠 但是如果說以未來的狀況來看 這些傳統的iPhone廠 受惠程度都不大 而真正受惠程度大的 還是現金製程 還是比較高階的晶片 因為你去想 這次iPhone的銷量 iPhone15 目前預購的狀況 非常非常的好 不好搶 你現在想去買iPhone15 都還搶不到 你說iPhone15又沒有什麼變化 為什麼會去買 結果我們上禮拜有講過 因為iPhone15是第一支 用台積電3奈米的手機 台積電3奈米先進製程晶片的手機 所以你去看 它那個銷量賣得最好的 是最高階的機種 iPhone15 Pro以上的機種 為什麼 因為iPhone15 Pro 它才是用台積電3奈米的晶片 首款 首款用3奈米的晶片 大家當然會去用看看 所以你從這樣的現象你就會知道 台積電一些高階的先進製程 它的需求絕對不會到太差 所以帶大家來看幾檔股票 今天比較值得下去做留意 包含像是 我先帶大家看一下大盤 來你看 以大盤來講 今天會先開低 今天會先開低下去 預計會留大概是白點的下影線 一樣會站穩季線位置 一樣會站穩季線位置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 台股的月線跟季線 這兩個位置其實 只要說各個面向沒有問題 跌破月線或是說季線 這就是一次最好的買點 比較指標像是說3231的偽創 偽創也是像我一直在跟大家強調 偽創這個價位真的不貴 他只要說籌碼稍微去消化一下 技術面轉強很快就會漲回來 你去想 3231的偽創 2022是目前的訂單量 預估量 明年預估要賺6到7 本業6到7 本業6到7 100塊錢的股價 真實本業比不過就才16倍 如果加上他去賣印度廠的 業外收益 明年上看賺10塊 明年上看賺10塊 100元的股價是能夠跌到哪裡去 所以包含像偽創也一樣 今天也會受到大盤影響 先開低 預計會走高 有機會直接翻紅 中午喔 中場過後有機會直接翻紅 開低走高 2382的廣達也是一樣 廣達以長線來講 這個價位真的也是不貴 真實本業比都不到20倍 非常便宜 2301的廣宝科也是一模一樣 2301的廣宝科 120多塊錢的股價 真實本業比不到15倍 大概是落在13倍而已 只有13倍的真實本業比 怎麼會貴 所以這一檔也是 小幅震盪今天都是有機會在網上拉 如果像是其他IP族群的話 就像我們上禮拜所講的 以中線來講 3035的智原空間比較大 但是智原它需要去發酵 因為智原它剛從成熟製程 轉到先進製程 它的平價會有一個轉換的過渡期 以中長線來看 這個價位不貴 但短線上它會稍微的比較正當一點 智原這個價位可以去做留意 3661的世新也是一樣 世新這個價位真的不貴 真的不貴 你去想喔 世新在明年的 預估數字上看大概是賺60塊 以60塊來講 2700元的股價真實本業 比只有40倍 那以40倍來講 一檔IPC制裁 真的不貴 世新可以留意 創意 創意 這個價位也可以持續去做留意 威盛也是一樣 威盛比較偏向短線 我不會去放太大部位 也不會去抱得太長 畢竟說威盛的數字 沒辦法跟其他比 但是 威盛它短線上收回程度 跟想要空間就比較大 還有像是3037的新興 新興 新興 我一樣要再跟大家講一次 新興 200元以下的股價真的不貴 你要買就趁現在 不要等出量轉強 長紅 又說能不能買 能不能追 要買就趁現在 要買就提前募局這個位置 3037的新興 因為其實如果說 以整個AI或是說高階晶片來講 ABF載板的受惠程度 一樣是非常的大 所以像這種股票 只要開地下去 一定就是讓你去買進 你去看 包含像是6274的台耀也是 簡單看一下 有沒有 台耀我們當然跟大家講 一根跌停板 當時在9月11號 一根跌停板 怎麼告訴大家 這一根跌停板 就是最棒的買點 心態醜 但是數字漂亮 這裡就是買點 一直到上禮拜五 是吧 剛剛好漲回到了 這一根長黑的前高 所以把握今天 今天預計大盤會開低走高 很多的股票一定都會留下 很漂亮的下影線 不知道要買什麼怎麼去買 歡迎打電話進來 或視訊我們的LINE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下講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空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在選擇上並且分析 為家的自負投資 此外 旅行